好,那有人修個D你要怎麼做動畫呢? 舉個例子好了,我們先把這個先恢復到0的狀態 好,現在都0了,就是那個地方體都是方的狀態 那我要做動畫的時候呢,我一開始就是 假如我希望在D0的影格的時候 我的這個指是0,我就在這邊按右鍵 然後選音色Tflame 那這樣它就會在這裡呢,讓這個T1是0 同樣的在這裡呢,如果我插右鍵 那它會在這個0的地方讓T2是0 現在呢,我如果把它在20的地方 這裡是20嗎?等一下 OK,49,20的地方 這裡整個動畫我們就弄一棒 好,在這10的地方呢,我如果想要插入 比如說兩個動畫,譬如說Key2是100 Key2是100 那Key1呢,是50 然後我就把它拉到0.5 然後我們就0.5 好,那如果不準的話呢,就直接用打 好,那你如果想要做這樣的動畫 好,那你就在Key1、Key2這邊呢 分別按音色Key1 OK,那這樣子 我們回去,你就會看到 OK,它在0的時候是0.5 然後呢,逐漸的改變 到20的時候,達到了你所設定的位置 OK,那當然你還可以繼續改 還可以繼續改 繼續往40的地方 繼續改 都可以 那40的地方,我們再改一下 又恢復 那這邊呢 就把它拉到最高 那同樣的在這裡 按音色Key1 在這邊按音色Key1 那就會一路改變 好,那這邊就是它做動畫的方式 其實做動畫的方式幾乎都是這樣 在那個屬性上面 按音色Key1就可以 好,那各位去試試看 剛剛這個地方Key1 簡單的Shift Key 稍微操作,手臂一下